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被视为是年度盛世的国际旅展 这个周五就要登场了 各饭店业者都已经蓄势待发 尤其依照往年的经验 自助餐券是最热销的商品 万能够一直大量提供新鲜的餐点 这厨房的内部运作就非常的重要 中文新闻带您独家指及 五星级饭店的Buffet内厂 这一个半小时之内 如何端出一盘美味的佳肴 快刀利落下手 厨房内时间分秒必争 因为得在短短一个半小时 粘出一盘盘美味佳肴 菜要注意清洁 然后要小心咬菜头 内厂屋主厨仔细兵临 把关食材清洁 环节都不能出错 一盘上桌请切炒 十分钟就要上桌 太来不及了 我来帮您 餐台上的餐点 一早就先由中央厨房 做好初步的肉品清洁与裁切 接下来才会再送入餐厅内厂 进行分区处理 这里就是我们的厨房 现在我们忙碌 我们中午出餐的时间 对我们师父正在处理的花谢 然后等一下就会直接 工程给客人使用 在这个半开放式的厨房 我们可以看到 主族他们实在是非常的忙碌 上次在做最后的餐点 确认以及准备工作 因为再不到十分钟 午餐就要开始供应了 同样也以自助餐闻名的凯飞屋 厨房人员凌晨四点就已经开始忙碌着 把蔬果清洗干净 还有腌渍小笼包馅料 备好整天供餐量 当消费者在享用大餐的同时 他们依旧闲不下来 得预先准备下个餐期食材 十月底财新装潢好的博力厅 有自家渔船供应新鲜渔货 每天早上六点前直送饭店 厨师们得在十点前挑选好当日的料理食材 为了供应长大餐点需求 内部厨房至少得排八名 文班人员 快刀手还是披萨改面团高手 Buffet餐饮后台大公开 在一片不景气中 Buffet依旧是吸睛主力 靠的可是这些餐桌台后 厨房里的重要灵魂人物缺一不可 记者雷浪和谢维仪台北报道